来 卫卫 吃碗面 来 吃 卫卫 对 凌冉的爸妈 今天给我来电话了 他们什么时候回来 他们想让凌冉出国去治疗 出国啊 对 他们在国外 找到专门治疗过敏的专家 已经订好了医院 最近就会过去 他的这个病始终是个医患 我想让你表哥过去那边 照顾他 因为国外他熟 但是你也要照顾好自己 你才有力气去关心他们 对吧 嗯 我知道了 我接个电话 你慢慢吃啊 我看你 病人情况现在已经稳定了 您放心吧 谢谢你啊 没事 季寒 您怎么来了 他还在睡觉 灵人他 怎么了 他没事 现在病情已经稳定了 放心吧 嗯 我先出去一趟 你帮我看一下 好吧 嗯 嗯 老板 你这个甜品上错了 不要的不是抹茶间层啊 马上 马上 马上给你换 老板 你这甜品上错了 我点的 不是抹茶间层 抱歉 抱歉 我现在给你换 老板 你没事吧 我这还有事 我就先走了 这个我也不要了 不好意思 我先走了 葳葳 你怎么了 没事 来 葳葳 我来了 没事了 你好好坐着休息 我去给你擦 嗯 你 老板 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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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 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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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没事了 都过去了 喂 喂 薇薇啊 刚才医生过来了 说林燃现在情况已经稳定了 没关系了 你不用担心了 你赶快过来看她吧 好 我现在过去 怎么了 林燃没事了 我去看看林燃 好 怎么不进去 没事 我看一眼就好 反正她都醒了 想哭就哭出来吧 别憋着 你们别误会 我 我是代表学校来的 我们误会 你刚刚和林燃干嘛 好 她 还好吗 嗯 她没事 已经好了 谢谢你照顾她 薇薇姐 你怎么不进去看看她 我知道了 我 我其实 我想你应该也累了吧 对啊 你先回去休息吧 嗯 我们进去 林燃的事 你到底怎么想的 想想 你知道吗 如果现在 我是二十岁 我会抱她 或者嫁给她 但是我现在二十八了 她 维系我们两个人之间的 感情 仅仅是她那少年的热血 直到有一天 生活的琐碎 把热情都磨光 她会发现 我比她先老去 到时候或许她会恨我吧 恨我在她年轻的时候 没有阻止这段感情 让她这样发生下去 想一想 我觉得我在她身边 就像是一个定时的炸弹 随时都会爆炸 薇薇 那杯糖水只是个意外 你不要多想 所有的事情发生 都一定有她的原因 今天这场意外 或许这就是个天意 我不想当她的鳄鱼 我不想让她越陷越深 文薇 对 离开我 她还有更多的选择 每一种选择 都可能比现在更好 我不想拖累她 不管怎么样 我都会在你身边 你先走吧 我想一个人静一下 我想一个人静一下 别哭了 那我先走了 你走 你 你 你 我 我 我 就 不 你 你 都